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幻觉就出来了 然后你进入幻觉里面 你就被洗脑 很简单 催眠 倒影暗示 出现幻觉 洗脑 所以用催眠的方法可以洗脑 把他们跟随他的人给他洗脑掉 先播一个很优美的音乐给你听 让你精神集中 这个是好的 这个并没有坏处 但是他的暗示有问题 他的暗示 他的暗示当中让你产生幻觉 他称为倒影 产生幻觉 幻觉出来了 你就到了姚慈金母面前 看见姚慈金母 那姚慈金母的仙桃 你也吃了 对不对 你吃了姚慈金母的仙桃 但是你没有变年轻啊 但是你没有变年轻啊 蛙慈金母吃了 你绝对会变成很年轻啊 很苗条欸 很大欸 你会变成辣妹啊 你也吃了要吃金母的仙桃 很大的一颗啊 那个是幻觉 那个所谓你吃的是 在幻觉里面吃的 不算 你真的吃了要吃金母的仙桃 不得了啦 真的长寿鼻乌龟啊 真的 而且你也会变得很年轻很辣 精神都非常好 谢谢大家